MING PAO TORONT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要拍出一部好電影喔 很難 但是要拍出一部好的電影續集呢 更難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作品本身好壞的問題了 而是你要把許多觀眾過去 對於原作他的喜好 他的情感投射 通通都給考量進去 這絕對是一個更嚴格的標準 也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那這樣的道理呢 其實放在摩托車界也是一樣的 今天我們說要介紹的主角呢 他就是一款高人氣機種的後繼車款 在推出五年以來呢 首度進行了車系大概款 承載著許多人期望的話題新機種 YAMAHA FORCE 2.0 YAMAHA FORCE車系的誕生 可以說是出道機巔峰 一天好幾年 因為當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16年 他初次發表的時候你會發現 雖然當時市場上已經有很多各式各樣 各具特色的新車了 YAMAHA自己本身呢 也有很多暢銷的機種 可是嚴格來說 沒有一台車可以做到像FORCE這樣 用這麼前衛大膽的線條 來讓一台白牌速克達 充滿著濃厚的重機氛圍 這個部分他確實做得很好 所以發表之後呢 不只讓車系的為之經驗 也連帶好幾年呢 都可以保持著非常高的人氣跟銷售表現 只是 可能也因為設計的太成功太受歡迎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幾年來 YAMAHA從來沒有針對FORCE 進行過所謂的大改款 一直到今年2021年的10月呢 才正式發表了他的第二代機型 並且把它命名為FORCE 2.0 只是我相信很多人在看到FORCE 2.0的時候 可能會跟我一樣充滿了疑惑 你會覺得這怎麼看起來 不太像FORCE 這真的是FORCE家族的最新成員嗎 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疑問喔 我想最主要就是 FORCE 2.0所使用的車體線條 是比較飽滿比較霸氣的 這跟過去一代FORCE所追求的銳利感呢 是不太一樣的 像以車頭來講 FORCE 2.0在家族招牌的雙眼頭燈上方 就採用了向上方拉伸 層次豐富多變的車殼設計 所以如果你從正上方來看 你會發現 FORCE 2.0的車殼真的做得很細緻 這是一般傳統蘇克達身上 所難以看見的設計 那當然有些人一定會質疑說 你這樣會不會增加洗車的難度啊 會 一定會 可是你要帥 本來就要多付出一點代價嘛 至少就我個人來看 我覺得這個新加入的元素 是很吸引我的 那另外 在頭燈兩側 FORCE 2.0則是以變化幅度更大的側車殼 來結合原本就有的嵌入式方向燈 用這樣的方式 營造出類似改裝寬體的強烈張力 而且YAMAHA呢 還特別把這兩塊車殼的前緣 向前延伸 一來 讓它擁有像是賽車空力套件一樣的競技意味 二來呢 也可以讓整個車體正面 多了一點臉譜般的仿生感 我自己是覺得 這樣看起來有一種海洋生物的感覺 而且側面的某些角度 也跟YAMAHA自駕大型重機 Tracer 900呢 是有一點神似的 所以這樣的設計 先不說喜不喜歡 至少它確實能夠讓FORCE 2.0 擁有同級車所沒有的特殊視覺效果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FORCE 2.0的車頭下緣 它和前吐槽之間的距離 有一點過大了 雖然它希望使用13吋的輪框 來平衡掉這一塊的視覺落差 但說真的 還不夠 這邊會讓人覺得有點 頭重腳輕的感覺 那也是我覺得 FORCE 2.0在車體前半段 還能夠再去做修正 跟調整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車體側面 首先 椅墊下的側車殼主視覺 它採用了非常大膽的設計 它在這邊 把車殼一分為二 創造出了雙重的區塊 區塊的前半段 是以立體外邊框 搭配格溫狀 類似鏤空設計的車殼 來獲得多變 輕量化的視覺效果 而且不管是哪一款車色 在這個外邊框上 都是採用帶有金屬質感的塗裝 說起來 也算得上是FORCE 2.0在外觀上的一大特色 至於側邊後方的區塊 則是以簡潔有力 上揚的車殼和扁平化 集中化的尾人相結合 同時 又透過了分離式後吐槽的設計 來讓尾部 呈現出更加俐落的視覺效果 不過說到這邊 就不得不提一下這次改款時 FORCE 2.0另外一個讓人抱怨的地方了 因為之前初代的FORCE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它採用了側製的單槍避震器 而且很巧妙的藏在車殼內部 所以除了好看之外 它也帶起了一股新的風潮 你現在去看同級機率競爭對手 基本上都是採用這樣的做法 而且還做得更加的極致 可是 帶起這股流行的FORCE 卻在改款之後呢 主動放棄了這樣的設計 回到了雙槍避震器的配置 不管 這是為了舒適度 還是靈活性 因為我們都知道 初代FORCE的懸吊真的是有點太硬了 可是就視覺效果這一塊來說 真的還是一代的單槍比較好看 這個部分 我覺得也是相當可惜的 OK 那目前 FORCE 2.0提供有四款配色 分別是消光色系的液態黑 雲鐵灰以及砂爆綠 那另外 還有亮光色系的冷烈白 那其中 液態黑跟雲鐵灰這兩款配色 還特別採用了 在不同角度和光線之下 會呈現出不同色彩的特殊車名貼紙 用這樣的方式 來增加一些額外的視覺變化 就整體外型來說 FORCE 2.0跟初代FORCE呢 確實存在著不小的差距 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從 單邊開啟的頭燈 斜板上這個小小的定位燈 以及整體的車體框架 去看出他們之間的連結 但是說真的 你這樣子乍看之下 一眼晃過去 你真的很難瞬間 就去聯想到這兩台車 是同一個家族同一個系列的 它比較沒有那種 血緣的感覺 家族聯譜的傳承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 它發表之後 為什麼會這麼多人 對FORCE 2.0有意見的主要原因 但是 回到現實面 如果我們把對於 FORCE第一代的那個情懷拿掉 因為它已經成為經典了 你把這個地方撇開不坦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的核心設計理念 其實還是相同的 我就是很前衛 我就是很有戰動感 我就是不要跟一般的速克達一樣 如果就這個角度去看 它確實做得很好 只是過去FORCE一代 它是比較精實精煉的 那現在FORCE 2.0呢 它變壯了 變得比較霸氣 很有戰鬥感 這個部分 是設計手法的不同 但是核心的理念我認為 是相同的 還是一樣的FORCE 這個部分沒有變 只是 剛剛我們說了 FORCE一代它已經是一個經典了 那未來 FORCE 2.0它能不能成為下一個經典呢 它能不能延續它的高人氣 有很好的銷售表現呢 這個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就車款定位來看 YAMAHA FORCE 向來都是主打 街頭潮流年輕動感這樣的形象 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台追求配備 強調它很豪華 很好用的旗艦級車款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 這次FORCE 2.0發表以後 網路上大家所聚焦所討論的重點 居然是它的配備 而且如果你都有看 你有去分析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配備的討論聲量 其實是一正一反的 正的部分 好的部分就是 這一次FORCE 2.0呢 它搶先其它YAMAHA的車款 成為了台灣三業旗下 第一台搭載TCS群機控制系統的 白牌速克達 這當然是好的 而且它也加入了 一代FORCE在販售的時候 大家敲完敲很久的 ABS防鎖式煞車系統 所以配備部分 它有所提升 但是反的負面的 大家的質疑就是 都已經2021年了 都已經是FORCE 2.0了 為什麼你還是使用 魯素頭燈呢 你廣告詞中所說的 絕不退讓 難道是指魯素燈泡的部分嗎 所以接下來的配備介紹呢 我們就照慣例 從大家最有意見的頭燈 從它的燈具開始說起 YAMAHA FORCE 2.0的頭燈 是使用55W的魯素燈泡 跟過去一樣 是採用近燈、遠燈 都是單邊開啟的模式 雖然說燈具規格 讓很多人都覺得不滿意 你應該要用LED頭燈才對呀 這個才是我們對於 FORCE家族新成員的期待 包含我自己也是 可是就實際的照明亮度來說 它的頭色光型、照明的範圍 還有實際的亮度 其實表現的都不錯 在大多數的夜間環境之下 它都可以提供給騎士很好的視野 所以這個部分我只能說 不滿意 想要更多 可是真的 還是有相當水準的表現 尾燈 這是這台車最叛逆的地方 因為它不是使用魯素燈泡 FORCE 2.0的尾燈呢 是使用LED導光條 搭配極簡博弦的設計 來創造出更緊湊的視覺效果 同時也將LED剎車燈 設置在尾燈的下方 用這樣的方式 來提供更好的安全辨識效果 後方向燈 設計在排架上緣的兩側 前方向燈 則是採用嵌入式的設計 設置在前方的側車殼內 前後都是使用魯素燈泡 另外 在FORCE 2.0的頭部上緣 設置有一組小封鏡 這個主要是視覺上的配件 對於高速騎乘時的擾流效果來說 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畢竟 就車款定位來說 FORCE 2.0它是屬於都會型的車款 所以並沒有針對這個部分去做強化 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 這倒也留給使用者一個不錯的改裝基礎 如果未來 你真的希望可以透過風鏡 來提升騎乘時的舒適度 那麼你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鎖點 來自行加裝更大更寬 並且帶有實際效果的老流風鏡 儀表 FORCE 2.0使用的是 5.1吋的長方形多功能液晶螢幕 上方是以格數顯示的轉速 中央的主視覺是顯示時速 時速表的右邊則是TCS起幣狀態 VVA作動指示燈 以及機油更換提示燈 底部則有油量、電壓、里程、時間等資訊 另外在儀表的左右兩側 還附帶有方向燈提示 引擎燈、溫度燈、ABS和TCS的作動指示燈 以及遠光燈提示 把手開關總程 右邊的上方 是終於回歸基本配備的雙黃警示燈 這個跟安全性相關的配備 希望未來都可以常態化的 放在各系列的車款上 底下則是電發啟動鍵 左邊依序式遠鏡燈、超側燈、方向燈還有喇叭 附帶一提 這支FORCE 2.0原廠所配備的平衡端子 連同把手本體跟平衡端子的握桿 都是很好的 用起來很舒服 我覺得很喜歡 所以這邊特別多提一下 龍頭下方 左邊是使用中控所開啟的油箱蓋 油箱容量是6.1公升 中央設置有一組小掛鉤 只是說真的 這個長度太短了 也沒有做防跳脫的機構 所以雖然說 它還是可以吊掛我們手邊的袋子 但我覺得這個在未來改款的時候 真的要再做一點調整跟強化 才可以讓FORCE 2.0的實用性 獲得更顯著的提升 右邊設置有一個方形的前置物空間 這個空間就跟掛鉤一樣 有 可以用 也可以放得進飲料杯 可是真的太小了 這個不只飲料杯放進去的時候會傾斜 飲料也容易滴出來 所以在實用性上 自然也要打個不小的折扣 在中控所的旁邊 還有一組5V2A的USB充電布 方便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幫手機補充電力 移電下的置物空間 容積是23.2公升 跟前座比起來其實是縮小的 可是因為這次FORCE 2.0它在設計的時候 有刻意加強車廂的深度 希望讓騎士 可以更穩妥的收納安全帽 所以在實際的表現上 以我們所借車的四分之三安全帽來看 全部都可以完整的收納 並且蓋上椅墊 那全罩帽的部分呢 除了帽體真的很大的KYT範圍達 跟TT course之外 絕大多數的全罩帽 都是可以完整收納 並且在不壓迫帽體的情況之下 蓋上椅墊 所以雖然 FORCE 2.0的容積 並不是同級距最大的 可是對我們這種習慣戴全罩式安全帽的騎士來說 它的表現是讓我相當滿意的 性能配備部分 FORCE 2.0採用的是33mm的正立式前叉 搭配預載可調的雙槍避震器 前自動是使用單向雙活塞卡鉗 和267mm碟盤的配置 後面則是單向單活塞卡鉗 和230mm碟盤的組合 前後都配備有YAMAHA御用的 Advice ABS防鎖時煞車系統 輪胎 FORCE 2.0的原廠配胎 是重視性能表現 並且頗受車友好評的馬吉斯R1N 前輪的規格是120-70 後輪是130-70 前後都是使用13吋的輪框 車體的整備重量是130kg 魯素燈泡 這四個字大概是 FORCE 2.0這輩子在改款之前 永遠也擺脫不了的惡夢了 這沒辦法 這個就是YAMAHA自己的決定 就是他們的策略 那很有趣的是喔 我自己也曾經把這樣的問題 直接在公開場合 向台灣三夜提問 我問他們說為什麼 這個車型這麼樣的帥 而且是年輕人喜歡的 你卻要去搭載魯素燈泡呢 那他的回答其實也很直接簡單 他就告訴我們說 沒有錯 我就是用魯素燈泡 因為我要把價錢給壓下來 我要讓大家可以用10萬元左右的價錢 就去買到一台水冷155cc的車款 但是我也不是只有省錢而已 因為跟安全息息相關的TCS ABS我也都有附上 這樣子不好嗎 老實說 當下我的感想是 OK 蠻好的 但是魚與熊掌喔 我認為應該要兼得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通通都要 我要LED頭燈 我也要ABS跟TCS 但是 現在台灣三夜所推出來的這一盤菜 就是FORCE 2.0 它就是以安全配備為主 LED頭燈很棒沒有錯 我不會跟你說 LED頭燈不好 魯素比較好 我不會這樣告訴你 但是 在我們的實際測試中 我們也發現 它的夜間實際照明亮度 還是好的 所以 到底 FORCE 2.0它的配備 是好是壞 跟其他競爭對手相比 它的 高下 它的優力要怎麼去區分呢 這個就回到那句老話了 要看你的需求 還有喜好而定了 在FORCE 2.0的發表會上喔 有個畫面讓我印象深刻 就是 當我們正式要見到 FORCE 2.0要揭開它神秘面紗的時候 它並不是像傳統的發表會一樣 從舞台後方緩緩的騎出 也不是事先把車罩給蓋好 然後由長官們 這樣子慢慢的很慎重的 把布幕給揭開 向大家介紹這是FORCE 2.0 而是直接從舞台的正面 從台下直接騎上來 然後一個帥氣的原地迴旋 讓我們看到FORCE 2.0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在他們後來的電視廣告中 也有出現 那我很好奇 我就去問他們 他們說 這個動作確實是刻意安排的 因為他們希望 透一個原地迴旋 有點類似特技的概念來展現說 新款的FORCE 2.0 在整個騎乘上來講 是更動感更靈活的 但是 一台位處於E5CC極具 車中有130公斤的FORCE 2.0 在實際騎乘的時候 真的可以展現出 他們所說的靈活和動感嗎 我們這次所試駕的YAMAHA FORCE 2.0 使用的是水冷式行程單缸 SOHC4V的Bluco引擎 具備有VVA可變揚程技術 實際排氣量是155CC 最大馬力14.7匹 在8000轉的時候產生 最大扭力13.8牛頓米 在6500轉的時候產生 使用CVD傳統系統 符合台灣七期環保法規 那根據官方所公布的數據 FORCE 2.0 1公升汽油 可以跑44.9公里 是屬於台灣能源效率一級的車款 跨座上車 以我176公分的身高 是必須要微微墊腳的 才可以雙腳同時著地 那這個除了是因為 FORCE 2.0的座高 已經來到了815mm 它是比較高的 也因為乙墊的前緣 它坐的比較寬 所以在自腳性上 會比較沒有那麼的親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我們家的編輯同時E打 身高165公分 還是我們家的女同事 身高158公分 她們都會需要比較明顯的墊腳 這可以讓雙腳同時踏地 那乘坐感受部分 FORCE 2.0的前座椅墊空間 算是蠻寬敞的 當我坐上來 調整到我的標準坐姿的時候 其實是很舒服的 椅墊泡棉的設定也適中 這個部分我會給它蠻正面的評價 至於發表之後 被很多人所質疑的前置腳空間 它確實不大 但像我 平常我是穿9號的球鞋 我穿上靴子之後來實際測試 沒有錯 我的腳沒有辦法去做大幅度的前後移動 可是使用起來 倒也沒有什麼壓迫感 而且在標準坐姿之下 我的體型對應到FORCE 2.0 也不會有什麼把手打到腳的問題 所以就騎士本身的感受來說 我覺得FORCE 2.0其實是好做 而且偏向舒服的 不過當後座上車之後呢 就會有兩個問題出現了 首先FORCE 2.0的車架 是源自於近戰六代 所以它飛旋踏板的位置 就跟近戰六代一樣 坐得太前面了 除了打開的時候很容易碰到 騎士的小腿以外 如果後座乘客的腳大一點 那麼在搭乘的時候 也很容易就會踢到我們的小腿 所以這個部分的感受是比較差的 再來FORCE 2.0的前座空間 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夠寬敞 可是因為它車子本身又特別追求 緊緻化的設計 它坐得比較小比較集中 那麼當然就會直接壓縮到後座的空間了 再加上它後座的椅墊泡棉 設定的真的比較薄 所以坐起來的感覺 當然就沒有那麼的好 尤其是長途旅行的時候 對乘客來說 真的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這兩個點 就是我覺得FORCE 2.0 在乘坐感受上比較不足的地方 實際騎乘上路 FORCE 2.0的動力輸出 可以說是延續了YAMAHA的一貫傳統 不追求起步瞬間的爆發 而是以比較柔順的方式 將車輛帶出 所以從靜止狀態 到車輛開始移動的這個過程 它是很溫和的 不過當表數來到10公里以上 進入低中速域之後 FORCE 2.0就可以開始展現出 明確輕快的加速反應了 在10公里到40、50公里的區間 車速會很及時的 隨著油門的轉動 迅速的向上提升 那你對應到日常的使用環境來說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綠燈亮起 通過路口以後 所會用到的速域 所以當我今天騎著FORCE 2.0出門的時候 我不需要擔心 我會被卡在車陣裡動彈不得 我可以在最需要的時候 取得所需的速度 所以這樣的動力設定 我覺得是很好的 接下來進入到中速域 表速50公里以後 FORCE 2.0的動力輸出呢 它會轉變得比較線性 跟低速域那種明顯的加速感相比 它在表速50到80之間 所給我們的 就是很順的推力 你油門轉下去 你可以感受到轉速的攀升 你會知道速度正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它的輸出是穩定好控制的 不是那種很兇猛 讓人維持經驗的爆發力 乍天之下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就是車子沒力啊 講這麼複雜 可是實際上 FORCE 2.0並不是沒力 它的中高速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它並不慢 只是它選擇用持續穩定的輸出 來滿足我們對於速度的需求 坦白說啦 這樣的設定會讓它的動力表現 變得比較中規中矩 你在談論所謂同級最初的時候 你可能會直接跳過它不談 可是事實上 這樣的動態特質 是可以讓我們更完整的去掌握車輛動向的 你要快還是可以快 只是沒有那麼的刺激 那整體的駕駛體驗 其實是更自在更隨心所欲的 這個是FORCE 2.0的動力特質 也是從以前到現在 YAMAHA在白排蘇克達的領域 所保持的一貫調性 好 既然說到隨心所欲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FORCE 2.0的操控性 如同我們開場所說的 FORCE 2.0訴求的是更靈活更輕盈的操控性 它強調它的軸距比初代的FORCE要短上許多 可是事實上 它所採用的就是近戰系統的車架 所以確實整個車身變得更緊緻更小型化了 在這樣的設定之下 FORCE 2.0的轉向反應 確實變得更靈敏了 不管你是在市區街口 要進行一般的正常騎乘 還是來到山路上 你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彎道 還是說你進入到巷弄內 你需要做低速迴轉的情況下 FORCE 2.0它都可以讓騎士用很輕鬆 沒有壓力的方式 來改變車輛的轉向 這樣的特質當然是好的 它對於我們日常的騎乘是有幫助的 只是FORCE 2.0的懸吊設定呢 因為走運動化的路線 它回饋給騎士的路感是比較偏硬的 如果今天我想要激烈抄架 我要用力的快速的去過彎 我要挑戰車子的極限 它確實可以讓我用更明快的節奏 來對付眼前的彎道 當然你還是要習慣 因為它整個懸吊是偏硬的 你習慣了之後 你掌握到它 它是很好騎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只想要安安分分的 用一般的方式 用和緩的節奏在市區行走的話 那麼遇到路況比較差的路段 可能就會覺得有點過硬了 這個部分 是好是壞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就回到你個人的需求 跟駕駛習慣而定了 但是就整體的動力跟操控搭配起來 我覺得FORCE 2.0 就是一輛偏向玩樂 運動取向的速克達 如果你想要的就是這樣的特質 那我覺得它的表現其實是很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聊一下 FORCE 2.0的自動系統 FORCE 2.0的卡鉗跟碟盤配置 對應它的動力來說 其實是很剛好的 手感雖然一般沒有特別突出的部分 可是自動力相當夠用 而且因為它的ABS系統 在設定上是留給騎士比較多空間的 它不會七早八早就介入 讓你懷疑是不是自己剎車技巧有問題 怎麼輕輕一按就作動了 在操作上 騎士是可以保留更多自主性的 這一點我覺得是好的 只是它所搭載的這套 來自Advice的ABS防鎖式剎車系統 就跟過往的系列一樣 在作動的時候 它的抖動感會比較強烈一點 你會很明顯的去感受到拉桿的震動 這一點我自己很不喜歡 我喜歡的就是那種比較溫和 作動不明顯的方式 當然就實際的自動表現來看 這一套ABS它還是可以為騎士 帶來很好的安全保障 只是我會建議大家 未來如果你買了Force 2.0 最好能夠先找一塊安全的空地 去體驗一下它ABS的作動反應 那在了解並且習慣它的特性之後 未來真的要是有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才可以更完整的控制車輛 並且保障自己的安全 好 那最後呢 我們要來看的 就是這次改款的最大亮點 TCS循跡控制系統了 這個過往 就在高階車款上才有的安全防護配備 這一次也搭載在Force 2.0身上了 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當我今天遇到濕滑 低抓地力路面 輪胎即將要打滑的時候 TCS就會啟動 以降低引擎出力的方式 幫助我們把車身穩定下來 那自然就可以讓我們的行車安全 變得更有保障 這絕對是一個很棒的新配備 只是在這一次測試過程中 我發現Force 2.0的TCS作動時機 就跟它的ABS系統一樣 是比較偏晚的 那這種設定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避免TCS因為太過敏感 時不時就介入的問題 這個理念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它可以讓騎士的操架變得更正常 也符合它運動化的車款性格 只是我會建議 YAMAHA在車款上市一段時間之後 或許可以針對消費者 針對車主來做個意見調查 我看看實際上 到底台灣騎士對於TCS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把這個作為未來相關車款 在TCS設定上的一個參考依據 那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讓這一套 對安全有幫助 而且看起來 YAMAHA也想要開始推廣 下放到更多機種的進階防護配備 TCS群機控制系統獲得更大的正面效益 今天這樣一路騎乘下來我發現 其實Force 2.0跟一代Force最大差別之處 並不在於我們前面所說的外型或是配備 而是它的動態表現 因為就實際的騎乘體感來講 我覺得它們是極然不同的兩台車 包含了你騎乘時它的靈活度 包含它的路感回饋 包含了在都會市區在山路上 它們所展現出來的動態特質Force 2.0 都是非常有感而且正面的提升的 當然這之間關鍵的差異我想 就是因為它的車架它懸吊的設定 並不是偏向乘距於Force 1代 而是來自於YAMAHA自駕另外一台暢銷機種 SIGNUS GRAPHUS近戰6代 當然這樣的改變可能會因為 車款定位過於接近而產生的模糊 但這並不是我們要去煩惱的事情 這個是YAMAHA自己要去苦惱的 對於我們騎車人來說 只要這台車它在改款之後 它是變得更好騎而且更好玩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了 隨人的150急劇速克打呢 已經是現在台灣各大車廠的兵家必爭之地了 不管你是很單純的想要多賣一些車 你要去搶這一塊市場 又或者是你想要做個火力展示 讓大家看你有多勇 你的研發部門多有實力 基本上未來在這個急劇裡面 大家就是把好流盡量給端出來 然後希望消費者可以買單 只是因為車廠的策略不同想法不同 我覺得未來可能會發展成兩個極端的方向 一個就是接下來只要是這一塊急劇裡面的新車 我就是配備給好給滿 有多高級就多高級 有多豪華就多豪華 然後動力排氣量也是越大越好 讓你買了這台車可以騎得很開心 用得很開心 但是價格部分呢 可能就沒有辦法保證了 現在是10萬、11萬起跳 未來可能是14、15萬起跳 可能會往這個方向去做發展 那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像Force 2.0這樣子 OK 我盡可能的把價錢給壓低一點 讓你在10萬左右就可以買到它 然後一些比較偏感受面、尊絕面的配備呢 我們把它省下來 但是在安全性、在性能部分 我們不要忽略掉 雖然它沒有辦法做到真正的平價、低價 但至少你買起來相對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那這兩種做法呢 我想就是未來這個急劇裡面 新車推出的時候 所會採用的模式了 那我們這次所介紹的YAMAHA Force 2.0 它的建議售價 官方其實一直沒有公佈 我們手邊所有的 就在記者會上所提到的 早鈕優惠價99000元 所以如果你對於Force 2.0有興趣 你要看車、賞車 你想知道實際的銷售價格 以及分歧專案的話 都請到全台的YAMAHA經銷據點來做詢問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YAMAHA的Force 2.0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呢 我們現在說不適合的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是身材比較高大、比較魁梧的人 又或者你平常常常會有大量的雙載需求 因為這一次Force 2.0 其實它為了讓整個車體變得比較凝縮、集中 所以在乘坐空間部分 它做得不夠好 因為你看到發表會之後很多人就在嫌說 這個前置腳空間不夠大 身材可能比較高大 可能180公分以上的人 在騎乘的時候腳很容易去撞到前面 然後呢 腳大一點的人也沒有辦法在騎乘的時候 很自然的把腳放在踏板中間 你可能要外巴才可以騎乘 甚至在後座部分 預留的空間也不夠多 椅墊的泡棉設定也偏硬 這些都是事實 可是這個就回到車款定位來講 因為它這次真的想要追求的就是 比較靈活、比較追求操縱感這樣子的方向 所以這個部分 它做得不夠好 那如果你希望它是做起來更舒服 整個乘坐空間更寬敞的話 那麼YAMAHA自家的M-MAX 或許會是更適合你的選擇 再來 如果你是一個配備先決的騎士 尤其你很在意的是燈具的部分 你看到乳素燈泡你就會不舒服 你開啟乳素頭燈你會全身過敏 全身發癢、紅腫 那你當然不用去選擇FORCE 2.0 其實這個部分 在配備的時候我們已經有提到了 就我來看我覺得 TCS跟ABS這種安全性相關的配備 是比燈具要來的重要的 可是車子買回去以後 那種使用的爽度 用起來開不開心好不好用 這個每個人的感受 每個人所關注的重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其實不用想太多 如果你喜歡 你覺得安全性配備比較重要 那你就買 你覺得燈具你希望 用起來是有一個更尊爵更豪華的感受 你可能就去選擇別款車 比如說你想要的就是類似FORCE 2.0的這種駕馭感受的話 那麼風格很接近的近戰六代 或許會更加的適合你 最後 如果你喜歡輕盈靈活的操控感受 你要的是一台類似小鋼炮的車款 那說真的 雖然FORCE 2.0這次改款以後 它靈活性確實變好 我也騎得很開心 可是畢竟它的車重還是有130公斤 你在一些低速迴旋的時候 又或者是你要牽車移車的時候 它還是比較有份量的 你真正要去做到很輕盈很刁鑽靈活的小鋼炮的話 那麼YAMAHA自家的RS Neo呢 應該會是更符合你需求的選項 什麼樣的適合YAMAHA的FORCE 2.0呢 我想第一個 當然就是你喜歡很有個性的車款 其實這次FORCE 2.0的改款 雖然很多人對它有意見 但我必須要說 它其實蠻符合 YAMAHA這幾年在全球 所有機種的一個共通方向 就是今天你是在追求運動性 比較動感的車的時候 你不用做一個乖乖牌 你就是展現出你車款的核心理念就好了 你可以做得很兇悍 你可以做得很有霸氣 你不用去管普羅大眾的口味 你只要把車款的精神 那個意念給傳達出來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就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其實FORCE 2.0它做得很好 至少就我來看 我蠻喜歡這種霸氣有魄力有力道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造型的話 我想FORCE 2.0應該會讓你相當的滿意 再來如果你很熱愛騎車 你希望找一台平常騎起來OK 可以通勤可以代步 可以在都會街頭穿梭 然後放假的時候 可以陪你去上山去衝去跑 可以玩樂的車款 那麼我覺得FORCE 2.0應該是個不錯的選項 其實我們今天在試駕的時候有提到 我覺得FORCE 2.0跟FORCE初代相比呢 真的差很多 因為第一代FORCE雖然造型上很運動 感覺上是一台小跑車 可是實際騎乘來講 我覺得它就是符合運動型速克達的基本門檻而已 它夠穩定 跑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就是比較一般 可是這一次FORCE 2.0 它在換上了跟近戰家族同系統的懸吊和車架設定之後 在整個操控感上 確實獲得了很大的提升 就連它的動力表現也可以跟它的操控相結合相呼應 騎起來它是很聽話很好玩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擁有一台 不管在任何環境之下任何情況之下 都可以讓你騎得很放心 而且聽話好控制的車 那麼FORCE 2.0應該是相當適合你的 另外還有一種人我覺得也很適合YAMAHA的FORCE 2.0 而是你對改裝有興趣你想要玩改裝的人 其實這幾年在車界流傳一句話 YAMAHA車子很欠改 其實我覺得這句話說得不太精準 精準來講應該是YAMAHA車子很好改 因為很欠改是指說我今天車子做得不好 我必須要透過改裝升級才可以讓它回到一般 蘇克達一般新車的水準 這個叫做欠改 可是你會發現今天市場上 YAMAHA的熱銷機種包含了近戰 包含新的FORCE 2.0 其實在他們剛發表車子還沒有大量交車的時候 就有很多改裝廠商已經在準備 要推出它的專屬改裝套件了 這是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的本身體質夠好 你今天如果單純的以新車來評比的話 它的動力它的配備可能不是同級去最高最棒的 可是它本身的體質操控的部分 它都有做到 所以未來不管你要玩動力系的改裝 操控系的改裝 甚至是視覺上 你都不需要去擔心說改裝了以後 它會變得很難騎 車子會承受不了 因為這個部分 YAMAHA已經幫你處理好了 所以我覺得 YAMAHA系的車款 FORCE 2.0 它是屬於很好改的車 如果你真的想要玩改裝 你希望說未來可以進行的發揮你的創意 讓你的車子變成專屬於你的樣子的時候 我覺得它會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總結來說 我覺得FORCE 2.0的推出 對於YAMAHA而言是很大的突破 因為它保留了水冷155cc的引擎 它使用了13吋的輪框 但是除此之外 包含外型、配備、車架、懸吊 甚至是騎身起來的感受 但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就我的感受來講 其實我覺得它的提升是有感 是好的 騎起來我滿滿意的 但我也知道 很多對FORCE 2.0不喜歡 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又被充值 怎麼講的 好像騎起來真的很不一樣 這個部分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多說 如果你真的對它有興趣 不管是正面的、負面的 未來如果它有做試駕試乘的活動 撥個時間 親自的去體驗看看 感受看看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 這次FORCE 2.0最大的改變 並不在於外型和配備 而是動態表現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BIKING機車資訊網 所帶來的FORCE 2.0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次FORCE 2.0發表之後 網路上的討論真的非常的熱烈 我真的感受到什麼叫做話題製造機 因為這台車你看我們那時候報導 第一階段 只是新車發表還沒有試駕喔 第一天晚上的留言就突破1000折了 但它對這台車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然後看到了一些設計 看到一些配備上的感受 又很多意見想要發表 我覺得先不管這台車未來銷售表現如何 至少BOSS本身 YAMAHA本身在製造話題的這一塊 確實是很厲害的 然後從這些留言中 其實我也學到了不少東西 因為像我們在介紹第一天 我覺得這個車子坐上來以後 我腳擺上來 我覺得這個空間是足夠的 但是就會有人留言跟我講說 你有沒有注意到你的鞋子 空間其實所剩不多 甚至在第二天我試駕以後說 這個空間是夠的 有人就會說 你怎麼坐那麼後面 我平常是每一台車都是坐這樣的位置 坐上來擺好往後坐 OK啊 那當然 有一些人會提醒說 你這樣子坐以後 後面剩沒多少空間等等 其實這些東西這些意見 對我來講 我覺得都是好的 因為它提醒我兩件事 第一 不管我們今天對車子再專業 試過再多的車 有的時候你會陷入一點迷失 比如說車廂空間 我第一天看的時候我覺得變大了 因為全罩式安全帽可以很完整的放下去 過去初代Force其實做不到 可是你仔細去查之後 你會發現 它的車廂容金其實是變小的 對於我們有在玩車 我們都帶全罩帽來講 今天可以放得下全罩帽 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突破 可是如果今天 有些使用者他從來不戴全罩式安全帽 他覺得車廂比較長比較廣 雖然淺了一點 放不進全罩帽 甚至四分之三可能都不好放 可是只要 能夠把它包包隨身的物品 都完整的放進去 那樣就是好的 這些留言這些意見提醒我的是 一台車它的設計 不管是從開發的角度 實際生產 甚至到我們試駕使用人來說 大家的著眼點都不一樣 你真的要去做到一個完整的評測 就是要多方去看 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有趣也學了很多 OK 再來就是 我們之前在試駕影片的時候有提到 YAMAHA希望說未來 否則它可以成為150集聚的入門車款 這話一出很多人都激烈反應 他說 10萬塊還在入門 台灣現在車是賣多貴 我必須說有時候你聽人家講話 你要把前後門 你要把完整的整個狀況去理解 你才可以真正知道 到底在說什麼 因為 10萬塊不是說它是入門車 而是未來你要去選擇隨了150集左右的車款的時候 應該說現在 你市面上買到的就是10萬、11萬起跳了 讓它把價格控制在這邊 而且把TCS、ABS給你的時候 沒有錯 裸素燈泡大家不喜歡 很有意見 可是它就是讓你可以用相對比較輕鬆的價錢 來入手它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YAMAHA的做法 當然買不買單是一回事 可是至少就方向上來講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如果說 YAMAHA都已經認定 這台車以150來講 因為現在SMS配備更好 入門車就應該配備有TCS 那等於是直接明白的在告訴我們說 未來TCS會變成全系列機種 應該說大部分機種都會搭載的標準配備 這個方向我覺得是很好的 就像以前四輪房車的部分 有一些進口車它會跟你說 我這個車有安全氣囊 通通都配起跟國外一樣 這是一個很棒的設置 可是這個本來就應該要有 而不是說你低價車就不應該有足夠的安全氣囊 對吧 那現在如果YAMAHA想做的就是 我把安全配備都列為標準規格 而不是一個 告訴大家說 我有這個安全配備是比較高級的 而是 所有的車子都應該具備這樣的配備的話 我覺得這車技的發展也是好事 我會不會忘記